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是一直都抱有怀疑的态度吗 也不是自信 很多事情我想不起来了 并不代表它没有发生过 而且我只是暂时想不起来 早 早 早 王总 我说你们两个 是谈恋爱的还是跑步呢 要动起来 运动带到大脑了 说不定你一跑起来 就能想起你忘记的事情了 走 我说他怎么永远那么精力旺盛呢 看来运动真的可以让人黏天太阳 你们是同事又是同龄人 我想输给他吧 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了 不追吗 他跑上了 我跑我的 咱们跟他一块儿跑 摔到哪儿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怨我 都怨我 我这就打电话给小区保安 让他们把代步车开过来 喂 小区保安吗 我是袁梅花 根据我的手机定位 把代步车开过来 我们这儿有人受伤了 我在这儿等你们 我给你摔到哪儿了吗 上到哪儿了吗 啊 给你揉一下 没事啊 跟我起来就好了 好 慢一点啊 来 今天的会议呢 有两个议题 一是股权结构发生了改变 我们要重新选举董事长 二是我们要就收购的机会 表达一下我们各自的看法 下面进行第一项 马超先生 是绿色世纪目前最大的董事 同意马超先生 担任公司董事长的 请举手 对不起 各位 董事长 我打断一下 我认为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我的意思是说 我会继续担任 绿色世纪董事一职 我赞同袁梅花女士 继续担任董事长 大家听我说 我到这里来 本身就是由贵公司 请我过来 帮助公司完成收购事情的 所以 我只负责监督收购的工作 另外据我了解 绿色世纪 是由袁梅花女士 和在座的各位董事 一起创办的 所以我没有理由 确战纠钞 另外 公司在袁梅花女士的带领下 正在良性发展 没有违背收购之前 任何的资格审查条款 所以我认为 没有更换董事长的必要 再一个 我个人也很拒绝出任董事长 我愿意 接受袁梅花女士的领导 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我希望 能够协助程友信先生 完成收购之前的 所有准备工作 谢谢大家 我想 可以进入下一个议题了 进 马总 我是想来问一下 关于公司年会的事 年会啊 对啊 我一直认为公司年会 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象征 你知道 美国人都很讲究自我意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而且每个人对爱好 都钻研得很深 于是就有了老街车 哈雷机车等等这种 把自己的爱好 融入进来的年会 我个人呢 非常喜欢这样的模式 不过这种模式 比较适合那些新兴产业 或者说是 中小型的公司 像我们这样的大企业 还是比较适合传统的模式 刚才你说的那些 都是你的亲身经历吗 小林 那边坐着聊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要想知道离子的滋味 就得自己尝一尝 只有自己尝过了 才最有说服力 真是让人羡慕 反正现在也不忙 要不然你跟我聊聊 你都去过哪些地方啊 我这个人呢比较懒 出去旅行也没有什么计划 为了图方便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从北走向南 横穿美国 最后 我到了南北的最南端 和恩角 和恩角你都已经去过了 那你的这些旅行当中 有没有什么是最难忘的 怎么说呢 每个地方 都有它的独特之处 像国外我比较熟悉的 有古巴巴西阿根廷 还有 阿根廷 阿根廷 你还知道这个呢 当然了 我曾经在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 听过Tanger版本呢 要知道在阿根廷 街头Tanger 那可是 跟我们这边的广场舞 是一模一样的 不可能吧 也会像咱们这儿广场舞一样 跳得跟广播体操似的 还有哪儿啊 嗯 还有最难忘的 就是李约 我认为那是世界上 最美丽的地方 李约 那 那你欧洲去过吗 欧洲倒是去得不多 啊 最难忘的是希腊 晚上在帕特农神庙附近的山顶上 看星星 记得有一次 我和几个东南亚的朋友 在那儿看了一晚上星星 聊星座 特别开心 你也懂星座 你也懂啊 行啊 那你猜猜 我是什么座的 不许说是肉座的啊 什么肉座的 哎呀 你可能不懂我的点 猜吧 嗯 嗯 你的这个星座呢 和我的名字里的其中一个字 有着亲密联系 对不对 什 什 什么呀 伴人马 射手座 真的啊 你猜得对 那你能猜得出来 我是哪一天的吗 十二月的 第二天 天哪 太神了 猜得全都对 你怎么会知道啊 开玩笑 我可是在希腊 看过祝神的天空的人 真的有那么灵啊 你可以去试一试吗 时间那么大 我真想赶紧走出去 好好看看 什么 准备年会 争取自己给自己拿一个 去希腊的大奖 走了 走 这儿不是写的吗 没闹 我知道 以前你们俩特别好 所有人都很羡慕你们 你真是很好的一对 梅花她 把你放在这里 你真的是在她心里呀 现在是梅花追求幸福的全部 阿姨要真心希望 你们俩有好的结果 你是你 是这样的 你真是想让我 你真是想让她 在天空 你真是想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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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睡到哪儿了 睡到哪儿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怨我 都怨我 我这就打电话给小区保安 让他们把逮捕车开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慢点走啊 好 都摆在桌子上吧 好的 小心点啊 乖 好的 来 小凡 把那个给我 好 谢谢宝贝 好的 好 好 你放一下 我到房间再去取点东西 好的 妈 还哼上小曲了 是有什么好事吗 想听吗 想呀 你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巧的事 简直就是命中注定啊 命中注定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你喜欢的人中招了 他真的太聪明了 他能猜出我是什么星座的 关键的 关键是他连我的生日都猜得一天不差 哪有这样的人啊 这不是命中注定是什么呀 是吗 有这事啊 快告诉我这人是谁呀 这人吧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有信啊 他恢复记忆了不是吧 好 小姨 就算是大叔恢复了记忆 他都不知道星座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是他呀 我说的这个人呢 是一个去希腊看过诸神天空的人 我的新男神 哦 那我知道了 是你的那盒巧克力 让我们当起上奖 走啊 我先看看你了 小船儿推开过了 海面倒影着美丽的白帕 四周环绕着平树红墙 小船儿静静 飘荡在水中 一年吹了遥遥 霜的花 你唱得太好了 好 来了 呦 程律师 马总 里边请 好 要不要喝点什么 不用了 刚才在家里啊 几个孩子说聚餐 我想 现在你有没有空 如果有的话 可以一块儿去 今晚聚餐 好呀 那太好了 如果你能去的话 小孩子们一定会很开心 是吗 不过小孩还没见过呢 万一他们又不开心呢 我有一个预感 小孩子一定会很喜欢你 走 走 马总在美国生活过吗 对 上完大学以后就留下了 你呢 他们跟我说 我也在美国生活过 他们 对 两年前的那次车祸 让我彻底地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别着急 慢慢治疗总会好起来的 像现在对于失忆的治疗呢 发发很多 国内的情况我不知道 像在美国对于失忆 一般都是心理治疗 或者是催眠治疗 嗯 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试试吧 其实 失忆 也是一种解读 我选拔了 失去那一部分 不快乐 又悲伤 总之 是一场 有得有失的过程 呃 程律师和袁总你们是 我以前和袁总相亲相爱 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甚至 我都不敢相信 他们嘴里说的 我曾经很爱过袁总 到目前为止 我只记得 袁总是我的一个好领导 而且 她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是这样 不过袁总 确实是一个令人非常仰慕的女人 马总 对袁总的评价很高 嗯 我确实非常欣赏她 不 应该说是 比欣赏 还要再多一点 走吧 好 我可不表演 我又不用你那么会唱歌 姐姐 表演一个嘛 对啊 表演一个 那行 那我就给你们两个小家伙 表演个魔术 好 好 等着啊 还会魔术呢 你看看啊 变了什么魔术 灯灯灯 灯灯灯 太灯了 谁啊 怎么样 好玩吗 好玩啊 下一个给你弄一下你来了 好玩啊 没话 刘夕 那个陈律师过来来看你们 这样 你们快玩 我去拿点东西 好 刘夕 来了 刘夕 妈总过来了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你叫来的 我没有啊 怎么 袁总 没想到我回来 啊 欢迎光临啊 在家里就别叫袁总了 叫我梅花吧 梅花 好啊 梅花 别在这儿站着了 进去吃点水果吧 好 走了 走了 走 马总 你今天能来 我特别高兴 你今天也很漂亮 真的啊 谢谢你啊 不是 我是说 你平时是不是有什么 特别的爱好啊 特别的爱好 我这个人平常就是吃吃喝喝 人活这一辈子嘛 最主要的是开心 对吧 你怎么都不说啊 你怎么死人呢 你怎么死人呢 好啊 你去玩拼圖啊 嗯 不是啊 可是这些好呢 我都拼了 来 叔叔帮你 刚才 网络后说 这公司 要对我们的影响 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啊 这应该是一个 非常好的开始 是吗 希望可以收工成功 来 去放进锅吃药 你看他们 他拿关系来了 来 完成了 叔叔你太棒了 我拼了好久都拼不出来呢 你也很棒啊 姐姐很好的 不像我 放心吧 我会教你的 嗯 小范 爸爸应该很容易拖 他怎么不教你 我爸爸现在不会拼了 他很多事情都忘了 你我是他的儿子都忘了 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忘了 也不是 我听妈妈说 陈叔叔对工作方面的事情 一点都没忘 只是 对人和事的事情 全部都忘了 各位董事 绿色试剂的宗旨 就是服务大壮 要让全国的老百姓 吃上天然绿色的食品 怅导一种绿色健康 生态环保的生活理念 推崇 绿色环保 科学养生的健康生活 做慈善 好 我就陪你们玩几天 那么工艺呢 服务于 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 我们绿色诗剂 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那么就是 慈善工艺化经营 袁总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慈善的确是一件讲功德的事情 可是商场如战场 我们的每一笔钱 必须用在公司的利益上 慈善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 我们一旦决定做 就会陷到这个无底洞里 到时候你想出来 可就难了 袁总啊 做生意 不是你们女人过家家呀 我们绿色实际是一个大公司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怎么考虑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而不是花心思去搞一些这些 虚有其表的事情吧 虚有其表的事情 我知道大家肯定会有异议 而且你们提出的问题我都有想过 可是作为企业的领导 我们不能把眼光放在既得利益上 我们也要想着公司未来的发展 和未来的规划 马总 你觉得这个慈善计划怎么样 目前我们绿色实际 正处在一个大的变革阶段 公司要考虑到收购重组的事情 就眼下来说 做慈善 对我们公司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元气大伤 但是 做慈善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我们现在缺的不是产品本源的问题 而是传播的效果 我们可以通过做慈善 来树立好我们的企业形象 刚好我们的国内国外的关系 像国外那些大的企业 大家都在积极地做慈善 所以我们的绿色实际 也一定不能落后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慈善 就是我们的公益广告 马总分析得非常好 我希望各位董事 可以好好考虑慈善这件事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吧 大家散会 这个女人 她根本就不懂微商之道 反正 我是不会同意她 放心吧 只要我们其他董事不同意 她圆梅花也就无能为力 梅花 对不起 我先走了 马总 刚才 真的要谢谢你啊 要不然那几个董事 肯定咬住我不放了 袁总 你太客气了 我也是按照你的想法来说 毕竟你想做慈善 一定有你的道理 因为我很懂得 受苦的人 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想尽我的可能帮助他们 当然 我会考虑这对公司的影响 因为我毕竟要顾忌整个公司 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意愿 我还要考虑 每一位员工的利益 和公司未来的发展 任总 任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我的权利 帮助你 谢谢 秦 梁总 好 方便说话吧 有什么话你说吧 我看这里好像不太方便 要不你看 我在朝阳大酒店 定我们的位子 要是工作的事啊 就在这儿说 如果是私下的事 我好像跟你也不太熟 慢 慢 慢走 你看你 开一个玩笑 坐 不用不用不用 在这儿说吧 马总 您觉得 以咱们绿色试剂的现状 真的适合搞慈善吗 看来王董 是有其他的高见 高见他不上 我只是觉得吧 不能由这远总 在公司这么瞎折腾 做慈善 只能是他个人的事情 我们大多数 都是那些不同意的 既然你们都已经决定了 为什么还得问我呢 马总 现在公司 貌似是原总在主持大局 其实名仰人都知道 您 才是掌握大权的人哪 是 对 您是想 拉拨 没错 马总 我们真诚的希望 你站在我们这边 可是今天早上 我还站在原董事长那边 那不过就是马总 你看他没面子 临时与他打个枪吧 算不得说的 王董 其实站在哪边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谁能拿出更好的计划 谁能让公司未来的发展 更具有吸引你 我呢 就是一个商人 对价值和利益极为敏感 当然了 具体方向怎么走 还是看大家的一切 如果大家认为 一致要走慈善的路线 我就积极配合 如果大家认为 要走赚钱的路线 我也不反对 因为 我给谁干 我就为谁卖命 马总的意思我明白 我也给您浇个底吧 现在我们半数以上的董事 我们在商量更换 董事长的事情 好 好了 马总 你有事先忙 改天我在约您吃饭 不过 您一定得上过 一定 您吗 您吗 我们可得好好想想 我们能按照杨梅花的想法 照这样 我们就没有什么利益可言了 这个马超 和杨梅花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走向杨梅花说话呢 既然这个马超 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让他来帮助我们呢 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利益 让他实现更大的加速 太急了 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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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久了 走 久了 这 梁文明啊 没成功 那这也不算失败 马超这个人哪 还是很有意思的 他已经说了 他不会选择明确站在地址 但是他也明确表态 他是一个商人 图的就是利益之商 如果咱们大多数人 选择走公民路线 那他就尽力支持 但是 如果我们大多数人 选择赚钱的路线 他也不会反对 好吧 看来这个马超 也是我们同道中的人 超这么说来 那我们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对 现在 我们这抓紧把马超拿过来 这也才是最重要的事 老陆啊 看我怎么玩死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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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想让我想起以前的过去 但是特别抱歉 到现在为止 什么都想不想 我还要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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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工作关系 我们梅花已经有主了 别罢了 中介 好好好 我马上通知一下 老公 刚才中介公司给我打电话 说是要看房子 我这忙走不开 你待会儿啊 别忘了啊 好 挂了 花花姐 你要把你们家房子卖了呀 对啊 为什么 你还卖多少钱呢 先二百二十万 二百二十万 这也太低了 花花姐 你们家那房子地段那么好 房子又不小 二百二十万 太低了 二百四十万差不多 哎 有道理 这个可以考虑 对 姐 房子可千万别急着卖啊 二百二十万跟二百四十万之间 差了二十万呢 嗯 二十万放在手上 卖点什么不好呀 就是 可是我们家急着 我我我还是要把这个房子 尽快卖掉 姐 你们家又不缺钱 你那么急着卖干什么呀 对啊 我一个朋友家 就住在你家附近 他去年买了三百万呢 也比你家大不了多少 你说你那么急着卖二百二十万 嗯 就是 我跟我老公那个手下买房的时候 也看了你们家那个地段呀 当时就是因为太贵了 所以才没买 买了别的地方 再考虑考虑 是啊 你看现在房价这么的高啊 是 三百万怎么样 最少得差二十万吧 就是 那家买了 那家人多了去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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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说这先干什么 赶紧散开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 嗯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不讲规矩的人要被老虎吃掉 消失 这老虎不做呀 他不做呀 他不做了他不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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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不做他不做他 积极尝尝 不成贴头 嗯 二百四十万 转眼就上了二十万 太好了 三人之行必赢我失 这个建议是非常妙的 说不定我一忽悠就能上了三 奔三去了 王总 你也在这儿练呢 不准愿 马总 练完了 你们这什么情况 怎么什么水平能都可以在这练啊 对不起 马总 只要是咱们俊乐部的会员都可以 张安中 行吗 行吗 你也太慌了吧 敢不敢跟我逼一下 来 来 赶紧 我是马总 你看真心厉害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碰到过对手了 结果今天一碰到你 你看看 马总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您这儿没事吧 没没没 没事没事 比赛场上没有对错了 只有敢拼敢打的劲儿 玩啊还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你看 就像我们袁总 是吧 跟你年纪差不多 就应该多出去走走 老是守在公司里面 我总觉得呢 这个女人做事业 她没有男人还是不行的 是吧 你看 袁董事长呢 确实跟一般的女人不一样 她的能力可非算难 不不不不 女人都一样 她们脑子里都缺根筋 她们呢 总是会把理智摆在情感的背后 我老是给董叔 下回开董事选举会的时候 我打算 把颜梅花给踢出去 这个女人现在完全不顾及我们这些元老 总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王董事 凡事别这么消极了 不知道 您信不信任我呀 您这话的意思是 你看 我既然选择了绿色试剂 就证明我看上了这块美玉 我们两个 都是为了利益而出发的 不是吗 马总 有您这话 我可就放心多了 您放心 但凡您有招呼 我一定帮忙 干 一言为定 我 看来 我们的计划 可以开始实施了 现在公司有一半的董事要求 重新选举董事长 我非常担心 这次你会被踢出去 所以你觉得 我们有没有必要 去找那些董事 但是 私下沟通一下 不必了 是我的就是我的 不是我的我也不强求 我真的是为了公司的发展 如果他们不选我 那也一定有他们的道理 但是 我有自己的原则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为了竞选董事会主席 就去做一些我打心眼里都不认同的事情 对了 明天在我车里 我看你袜子破了 我给你买了一双 有些 我们可不可以 不管过去 从现在开始 你们重新地开始 可以吗 我可以不要事业 我也可以不要公司 我只要你 只要你能陪着我 我们一家人好好地过日子 我真的不能为了你 我真的不能为了你 我已经等了你两年了 那这两年当中 我在不断地失望 在失望中又重新地期望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也等不了了 我真的不能为了它 那这些人 我真的想和你提供的